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拔丝地瓜 生活在外,到底应该买房还是租房 这个问题一直都困扰着很多大公族 租房住会觉得是寄人篱下帮房东缴房贷 比起租房,自己买房住会更加自由,更有家的感觉 但是买房却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可能需要投入半辈子的积蓄才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但在日本就有这么一对夫妻 作为公司职员的他们只花了一日元就买到零间别墅 甚至还通过自身的努力把房子的身价翻了5000万倍 甚至之后又接连购入了好几套一日元的别墅 他们到底是怎么买到这么便宜的房子 又是怎么让房子身价倍增的呢 不仅很多网友好奇,日本的一所电视台也十分感兴趣 专门派人去采访了这对夫妻 妻子大卷广美和丈夫会一郎 原本的职业都只是室内设计师 在东京一家普通的进口家具公司上班 为了能够多赚点钱提高在东京生活的品质 他们开始寻找出租房产用来投资 在一个专门出售空屋的网站上 广美发现了一套超便宜的房产 居然只用花一日元就能带走热海市的一座别墅 一日元的价格让夫妻俩产生了怀疑 一般这种情况 房子背后都会有些诡异的故事 所以才会大大折扣 更何况是一日元这种骨折价 但热海市这个城市是夫妻俩最爱去的城市 热海市最出名的就是位于神奈川县旁的 金刚县内的温泉地 再加上热海是一个领海城市 有着浓厚的度假气息 每个季节还会举办海上花火大会 能吸引到日本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 此前夫妇俩也经常去热海市泡温泉 而且房子本身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站的详情页已经公布了具体信息 虽然是30年前建造的 不过房子的各项功能情况都很好 房屋的结构十分坚固 天花板和管道也没有任何破损 不会出现漏水的情况 房子的前任房主还留下一些十分有用的家具 比如因为上山困难而特意安装的锁道 甚至还有电动百叶窗这种超值的家具 因为太喜欢热海市 再加上这套房实在太便宜 夫妻俩达成一致 决定抱着失一失的态度 点睛链接询问房屋中介 这才得知了一日圆的真相 原来随着日本人口下滑 加上城市化发展 无人居住和管理的空屋问题越来越严重 根据日本政府的调查 日本全境空屋率为13.6% 算下来每7间房屋就有一间是空屋 但这种空屋容易造成公共安全问题 这种老旧空屋 如果就这样放任不管的话 房子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大 最后肯定会沦为毫无资产价值的 互动产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所以日本政府为了拯救现状 用增加固定增产税的方式 来让屋主赶快处理手上的那些 脏乱破坏周边景观等条件的特定空屋 这也使得房地产公司的房源大涨 多出了一堆卖不出去的空屋 为了尽快脱手 不少屋主纷纷低价售出 有的以一百日元就成交 甚至有屋主支援零日元卖出 也无妨 这样看来 这位房主应该也是急于脱手 才给出一日元的价格 夫妻俩也放下心来 不是因为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或者故事 只是因为房屋年久失修 那其实也可以接受 毕竟之前看到房屋的主体结构 都没什么问题 大不了就收拾一下杂乱的屋子 于是经过一通商量之后 他们就联系了中介买下了房子 虽然有过行李准备 但亲眼看到房子时 夫妻俩还是被脏乱的场景吓了一跳 踏入花园就能看到杂乱堆放的工具 好不容易绕过重重障碍 进入屋子内部 又看到了被衣服和乱七八糟 物品堆积的客厅 厨房看起来也像是刚吃完饭 就放置了三年 期间完全没有收拾过 一抬头又看到破洞的天花板 亲眼看到房子的冲击有点太大 他们甚至有点开始后悔了 当初就不该买房子 但是想到一日元的价格 他们又瞬间觉得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事 在度假圣地只花一日元就能买一栋别墅 还是很值得 房屋中介看出了夫妻俩的纠结 也顺带向他们推荐起自己公司的业务 因为卖不出去的空屋越来越多 公司也逐渐将变费为宝的业务链完善了起来 公司曾经把一个空置了五年多的老破销 改造成可租用共享的多功能空间 黄美想起自己和丈夫都在家具公司工作 丈夫大学时还坚持做过木匠 毕业后又顺利考取了电工资格证 夫妻俩现在的工作又是室内设计 改造这间老房自然是游人犹豫 于是婉拒了中介的建议 决定靠自己改造房子 最坏的结果也就是房屋不出租 自己当住宅使用 说干就干 夫妻俩从此就过上了两边奔走的生活 工作日在东京工作 周末和节假日就来到热海 自己动手给别墅做改造重建 尽管荒废了三年的别墅 早已变得破旧不堪 看起来改造之路的难度很大 但真正开始改造之后 夫妻俩才发现 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创造力 这就是一个有趣且充满挑战性的工作 首先在进行改造之前 他们对着这栋别墅做了全面彻底的清洗和修复 对于满地的杂物 他们选择的方式是能丢就丢 上一任房主剩下的贴身衣服 又或是还没清洗的锅具茶具 用不上的东西全部都丢掉 接着就是在房间空出来之后 彻底的做一次大扫除 去除掉房间里的灰尘 或者来自大自然的客人 光是事前将垃圾清干净 他们就花了整整两天 还得用卡车运载两次 才将垃圾清空 而后他们又沿着房子转了好几圈 通过仔细观察和分析 确定改造目标和风格定位是至关重要的 做了一套详细而全面的规划 这个宅子虽然老旧的千床百孔 但基本构架和防水设施都做得很到位 不用重新建计地基 整体的风格也可以根据周围环境和所处的地理位置 改造成适合度假的地中海风 在具体动手改造过程中 还可以保留一些有价值或者特色鲜明的元素 房子上空经典的顶棚和电风扇 与地中海风并不冲突 夫妻俩准备保留并修复加裤 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房屋的独特性 还可以起到促进室内空气循环的作用 为了更好的实现他们心中的地中海风 房间内都使用了暖色系和白色调的装修 就连厨房也贴上了白色的瓷砖 在选择家具和装饰品时 他们也尽量选择了与地中海风格相符的款式和色彩 通过选取合适而美观的家具、灯具、窗帘等元素 来点缀房间 营造出了一股温馨舒适的氛围 除了室内空间 外部环境也是需要考虑的一部分 已有的所到被夫妻俩重新修复家库 爬满别墅外层的杂草和枯草也都全部清理 经过了夫妻俩半年来风雨无阻的努力 破旧老宅焰发出了新生 从一个让隔壁邻居担心会影响治安的垃圾屋 重申成为一个熟世又充满艺术氛围的别墅 而随着改造接近尾声 妻子广美有了一些重大发现 在刚刚买下大楼时 碍于花园内肆意生长的植物影响 只能看到远处的海景 但现在他们已经砍掉了大楼前的树木 能看到的风景就变得更多了 像摩滩、热海城、热海港的景色 全部都能尽收眼底 就连热海市最出名的海上花火大会 站在别墅阳台上 也能轻轻松松尽收眼底 这样一个拥有绝佳视野和迷人风景的别墅 只是作为私人住宅 未免有些太可惜 但整族出却 他们自己就体验不了了 于是在朋友的建议下 他们决定 一楼留给自己住 二楼的三间房间 作为民宿出租给客人 对于他们来说 将二楼改造成民宿 不仅能够与更多人分享这个美丽的地方 还能够通过出租获得一定收入 同时 与不同的租客相处时 不仅可以留下美好回忆 也为别墅增添了新鲜的生机和活力 对于租客而言 也多出了一个更好的民宿选项 不仅能体验热海的大海 山脉和自然风光 也能和广美夫妻养的小猫小狗一起互动 就在民宿开放后不久 到来了一位职业为房产中介的客人 在与广美夫妻的闲聊中 夫妻俩得知 以房产公司的估价来看 这栋别墅能卖出5000万日元 这样的结果让夫妻俩又惊又惜 当年一日元买入 现在5000万日元就能卖出 尽管中介经历不少艰难 但实在是可喜可贺 这样的性价比让夫妻俩看到了商机 比起为公司打工 还不如自己当老板 于是又开始在周边搜寻荒宅 甚至还在网路上招募志同道合的朋友 要一起改造 在不久之后 电视台对这对夫妻再次进行了回访 他们目前都已经从公司辞职 专职做房屋改造 通过中介一共购入了5栋 价值1日元的带开发别墅 目前带改造的是一栋占地约300平 建筑年龄有45年的别墅 这次他们带上了新伙伴 继续又踏上了房屋改造之路 好了 本期的拔斯底瓜就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按赞订阅 下期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精彩内容哦 下期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精彩